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內容是少年月亮的煩惱 這個也是一種專長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個專長 大家可以先聽聽看是什麼樣的專長 先跟大家介紹一下我背景 我大學念的是古人大學讀書資訊學系 那其實為什麼會選擇圖資系呢 那在高三的時候應該都有這樣一個經驗 就是你在選擇科系的時候 你可能迷惘不知道你的方向在哪裡 那時候學校老師可能就會 師大老師他們就會有發招生檢章 那就可以看有哪些科系啊什麼什麼 可是你還是看得無沙沙看不懂 那時候老師就會講說 欸 工學們 其實你在選擇科系的時候有幾個PayPal 你可能第一個你可以先看 你可能很明確知道你喜歡理工科 你就先看理工科相關的科系 可是假如說你沒有任何的方向 你不知道你的興趣在哪裡 或許你可以有一個方向做選擇 就是你找複合式科系 什麼叫複合式科系呢 例如說像資管 它就是資訊加管理 那時候我就翻那個檢章 我就發現看看看 哇 有一個科系好厲害耶 它是媒體加資訊加圖書 就是圖資系 那我就想說 哇 那這個科系就是 即便我以後不知道我要做什麼 至少我進去有三個領域可以學 學著學著 其實它最終 然後就捲個條路 可能就是圖書館員 對 那再來就是我 其實從高 高中的時候 因為我高中就是手語色 嗯 我不曉得 因為像台北的話 手語色非常盛行 那盛行就是我們 其實都會用很多手語啊 去搭配舞蹈 所以大家其實會有點分不太出來 手語色跟熱舞色之間的差別 那我們那時候 為了要讓我們 每一支節目看起來 更炫難更酷 所以我們就會 去外面學跳舞這樣子 那所以我從高二開始 就在外面自己學跳舞 算一算幾點也 把你多做武林了 然後在大學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高三的時候 就是大家在準備指考 我們導師非常有趣 他就跟大家講說 同學啊 你一定要 一起的運動 要不然你在那個 指考拼到後面的時候 你會蹭舞下去 所以他就非常鼓勵我們去運動 所以那時候大家都去跑步啊 打籃球 可是我選擇跳舞 所以我每週 就是幾乎 應該都有跳舞兩三次 就是大家唸書 唸得越兇的時候 我跳舞就跳得越兇 所以那時候我發現 其實跳舞 是我粗解壓力的那個管道 然後它是我的熱情 是我的興趣 所以我就問自己說 嗯 或許我將來 可以往職業舞蹈老師這個方向走 所以我到了大學的時候 我也是非常的拼命 就是 參加熱舞社啊 然後到大二階 幹部到大三階 社長 然後我跟朋友組舞團啊 出去比賽 後來這個舞團 可能就是 跟我們拿一些名次 像這樣冠軍啊 然後我們就 有去日本比賽 上我猜啊 然後甚至這些朋友 後來全部都變成舞蹈老師了 結果我 這個服務正業這樣子 然後 其實在大學四年的時候 就是 大家應該都有導師會談的經驗 我相信大家在大學的時期 可能大家沒有像 大大就是 那麼明確的知道自己的方向或什麼 可是我們都會 就會迷惘說 啊我們到底 可能到大二大三的時候 會開始迷惘說 我不知道我自己的熱情在哪裡 我的興趣在哪裡 所以透過導師會談 導師可能就會問說 欸 變亮啊你 你將來想要做什麼樣的領域的工作啊 或是你的興趣在哪裡 可是我們那時候 其實我們以前在 在從國小、國中、高中 受的教育就是 我們會有一個很明確的方向 因為我們知道 國小畢業之後 我們會上國中 國中畢業之後 你假如比較問題數 我們會上高中 我們的方向 會有人給我們一個指引 突然到了大學的時候 你不知道 你該往哪裡走 所以我們會很想 很希望老師給我們解答 所以我們在導師會談的時候 我就會說 老師 我喜歡跳舞 可是我不想當舞蹈老師 我該怎麼辦 可是 我得到的結果是 沒有人可以幫你決定你的人生 因為其實 老師他也只會想說 喔 月亮啊 你假如我喜歡跳舞的話 然後你大學 你又當社長管理的經驗 或許你可以走 運動行銷管理 或許 你可以朝怎麼樣的方向 或許 你可以怎麼樣 他不會告訴你說 我做這個好 他沒有辦法幫你決定 所以最後 選擇選 還是回到你自己的身上 那其實在 圖書館員跟 舞蹈老師之間 我該怎麼選擇呢 大家參賽看 我最後把 請大家都知道 就是 我過來 我後來的工作 就是做室內設計 對我後來的工作 是做室內設計 那為什麼會走向室內設計呢 其實是在 退伍之前 我還是迷惘這兩個 到底要選擇哪一個 因為 就是我們過去就覺得 大學念完 我們可能就是往一個方向走 或是你過去的興趣在哪裡 你可能就往那邊走 所以那時候 我就迷惘錯 到底要做什麼樣的工作 在退伍的前一個禮拜 我每天都失眠 可是我告訴我自己 我可能 我知道 我喜歡接觸人 然後我喜歡接受 有挑戰性的工作 所以我那時候 選擇工作是 保險業務員 然後在 退伍的第一天 我就穿著西裝去上班 但是上班還沒事 出門沒事 結果回來的時候 遇到我爸 他看到我嚇一跳 他說為什麼你穿西裝 我說我去上班啊怎麼了嗎 他說為什麼你去上班 我不知道 我說 他說那你做什麼工作 我說我做保險 然後他就大翻雷霆 因為我 就以前家長都會問我說 以前保險啊 你就是 老鼠會啊 叫你買東西啊 你出了事情 他都不理賠 因為以前那個年代 可能有很多的前輩 就把民生給做壞了 所以他就 那時候我們其實是 有點類似爆發的家庭革命 就是 大潮啊什麼 那我最後受不了 我跟我爸講說好 那你覺得我應該去做什麼嗎 然後 然後那個 我爸就說 你去做四年設計啊 因為我爸是做那個專潢啊 他做了三十幾年 然後他就 他覺得四年設計很好賺 然後我就 我就說 怎麼可能人家 他花了大學四年的時間 不斷做制圖啊 然後人家美術那麼強啊 然後做作品什麼 為什麼可能說 進設計公司 就進設計公司 那我爸說 一定可以啦 然後什麼什麼 我說好 那假如說 你真的認為我可以 你就幫我找到設計公司 真的 真的找到我就進去 結果 你還好開心回來 我找到了 你下禮拜六個去上班了 對 那我後來想想 也沒關係 就是 給自己一個機會 或許這樣一個挑戰性的工作 就是我 我設定可以 設定是適合 設定是喜歡的 然後這是我當時的 就是後來在公司的第一個案子 就是跟老闆一起合作作品 那我的途徑呢 其實沒有別人 就是大家聽到 我們剛才怎麼樣找到我們工作 就是 走後門 走後門 我記得要跟大家分享 什麼就是走後門 對 就是當然我除了走後門以外 我還有其他的 我會去進修啊 當時 因為我進公司的時候 我老闆就 就說 好我兩個禮拜之後 就要給你第一份圖 所以你這兩個禮拜之內 你一定要學會繪圖籃機 就開始去補習啊 開始去翻書 想辦法把繪圖籃機學起來 然後問師傅 我們到工地現場的時候 就會開始跟師傅問說 欸這個工法應該怎麼樣 為什麼你的磁酸這樣子貼啊 為什麼有那個工縫 不斷地去問師傅 然後多看書籍 多看雜誌 就不斷地去翻書 然後去看人家雜誌怎麼樣作文 然後我應該怎麼樣調整我的美感 然後觀察 觀察習慣的建立 就是我到了任何一個空間 我開始去看 哇他的這個那個書籃地磚 是怎麼樣橫貼紙貼 為什麼橫貼紙貼 然後那兩句怎麼包啊 然後我的 他的那個冷氣排管是 他是怎麼安排 怎麼樣 怎樣很回風等等 然後不怕犯錯錯就對了 我這個地方講的是呢 就是 其實我在出社會一年多的時候 我當我辭掉第一間設計公司的時候 其實我開始就開始接案了 就開始接案了 那時候其實就是 出生自主不畏虎 就是你當你自己去接案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很多的問題 就是你的報價會出問題 那你在跟業主談的時候 因為他的社會力量比你太豐富 你一定會被熬 可能說你這個圖這麼簡單啊 你這個畫一畫拉一拉就好 你這個不用算錢啊什麼 給你機會就不錯了啊什麼 所以你一定會被熬 就從每次的失敗 從每次的跌倒之中去學習 然後寫部落格 這我是覺得我 我跟一般的 本科系的學生比較不一樣 是我會寫部落格 因為我發現 透過大量的閱讀大量的觀察 你可以有一些收穫 來把這些東西整理起來 然後去寫部落格 這個東西也可以變成你的各的品牌 後來我在各個設計公司去面試的時候 其實它都變成我的加算的作用 然後剛剛提到那麼多 到底該如何走後門呢 給大家幾個方向 一個就是實習 實習這樣大大 他就是透過實習 找到自己人生的方向 實習非常重要 就是像我們家的實習 就是他來 在我們交點這邊 然後他透過專案的實踐 然後他讓很多的人 因為他去聯絡很多的講者 那講者就是 哇這個實習生 非常的認真啊 這個 就是每天都催我交簡報啊 什麼 他覺得他很棒 然後在現場啊 包含主持啊 什麼什麼 他發現他可以 獨自完成一個個案 所以後來其實像我們家的實習生 很多的 很多的 線上公司都在詢問 詢問他們 我發現其實實行這些事情 是走出去 你也讓大家看到你 然後都走出去 效應參加 我用例如說 參加 HP查 對不對 比如說參加 對就不同的活動 你都走出去 然後你有機會在這邊 展現自己 你可以讓大家都看見你 那我發現 這樣的一個東西 有一點就是 像我剛才想的 就是建立個人的品牌 你當你不斷的曝光 然後你的求知欲非常旺盛 所以大家會注意到你 然後結論 就是 沒有人可以幫你 決定你的人生 對 因為我們都不斷的在找尋 別人給我們指引的方向 然後第二就是 請走後門 然後可以增加 就是你透過走後門 然後你可以 不斷嘗試不同的工作啊 然後 八十秒 八 我講 就是 OK 那今天分享到這邊 謝謝大家 我們可以幫你 我們幫你 我們幫你 請你 沒人 沒有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